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还是把这个签道打在屏幕上 大疆如影系列稳定器相信大家其实并不陌生 那作为一款以专业稳定为主的相机稳定器 在质量和使用上 大疆一定都是站在行业领先的第一梯队 那相比第一代大疆如影相机稳定器 大疆如影 RSC-R 上做出了哪些提升 还有如何安装及使用 那么这期视频希望能给到你答案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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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手上这款大疆RS-C2稳定器在重量上相比第一代的话增加了0.1公斤 那其实0.1公斤你能感觉出有多少吗 我觉得几乎没有啊 完全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就因为这0.1公斤的不同 RS-C2在承重能力上却比第一代RS-C整整提高了1公斤之多 那不光是这一点 电池的使用也从之前的11小时来到14个小时这么久 如果使用18瓦快充电池充满也就只需要2个小时 那么我相信仅仅增加的0.1公斤而换来的这么多的提升应该说是值得的 相对于第一代RS-C 那大疆RS-C2在外观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加入了折叠式的设计 那这个设计的厉害之处我们一会再说 另外RS-C2还加入了一块1英寸的OLED屏幕 那比起什么都要在手机APP上来操作的第一代 那第二代RS-C在用户体验上会轻松很多 那么说完这些升级的地方在介绍它使用之前 我们来看看如果安装你的相机和如何调频它 我认为所有的稳定器的调频过程其实都不像广告上说的那么轻松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那如果你同意可以打1 不同意打2 那每次想到使用稳定器要先调频 我就宁可使用手持拍摄然后后期来增稳 但是大疆RS-C2的调频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 首先它并没有比其他稳定器更简单 但是基本上一次调频之后 下次使用你就不需要再一次调频了 因为这个标准接口将你的相机固定在上面 它可以几乎和所有的三角架和第三方配件去搭配 另外这款快拆板装在稳定器上之后 那位置确定之后你也基本上不需要再拆下来了 那好的我们现在来调频试试 先把稳定器的锁扣解除 调整成正常稳定器的样子 然后锁上 将相机镜头取掉 将相机固定在稳定器上 然后我们开始分几个方向来依次调频 首先解锁侧面的锁扣 将相机90度垂直向上 那前后调节侧面的横轴 当把手松开 相机是垂直向上的状态即可 第二 相机水平向前 解锁相机下方的锁扣 那相机如果向前轻 就将相机下方的这个支撑板向后移动 将手松开 相机能够保持向前水平即可 第三 解锁后方的锁扣 那相机依旧水平向前 那相机如果朝左右倾斜 你需要通过调整后方的横轴 直到相机保持水平即可 第四 解锁底部的锁扣 然后将整个稳定器向左 或者向右微微倾斜15度 那相机如果左右旋转 需要前后调整这个横轴 直到你左右倾斜相机 相机都是向前而不会旋转即可 至此你已经完成了大家RSC2的调频工作 当你要拆下相机的时候 只需要将这块快拆板拆下就可以了 那其他已经调整过的部分 不需要再去动它 下次使用将快拆板装到稳定器上就可以了 不需要二次调频 那当然前提是你使用的都是同一台相机 和同一个镜头的前提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稳定器上面的按键分布 那前方有变焦波轮和扳机 侧面是侧面的波轮和返回按键 那这边是开机键 后方是屏幕 摇杆 相机控制键和M键 那么有这块屏幕 你在切换模式上一定是超级方便的 也包括现在的跟随模式 云台效准 以及速度调节等等都可以一目了然 那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左上角有一个M1 那你可以将你自己使用的模式 比如说跟随模式设为M1 FPV模式设为M2等等 那这样可以很快捷的在你预设的各个模式中自由切换 大大提升你的这个拍摄效率 那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折叠式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那除了基本手持拍摄之外 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处理到一些低角度拍摄的内容 那么基本的手持是不方便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将稳定器的这个最大这个卡扣打开 相机依旧保持向前 双击前方的扳机键 那么稳定器就会自动变成提护模式 这样来拍摄低角度的画面一定让你轻松很多 而这个变形过程到底有多爽 你自己体验之后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那还不止哦 那现在大家很多人喜欢拍摄竖屏的视频 比如朋友圈啊抖音啊 那么大疆RSC2 这次也加入了这个竖拍模式 依旧是将这个大的这个关节打开 然后锁紧双击M键 相机便会转为竖拍模式 这也太方便了吧 就说想说爱了爱了 那么当然其他一般相机稳定器 所带有的延时摄影 或者一些基本拍摄模式 在大疆的产品质量上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体验 那另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功能 当你连接手机的这个Rolling App之后 你有一个体感控制的这样一个功能 这个时候你如果旋转你的手机的方向 稳定器也会跟着你旋转 所以有时候是固定机位去拍摄一个运动物体 你就不必一直举着稳定器 只需要在一旁用手机的体感模式 去操控稳定器就可以了 这也太赞了 说了这么多 那希望你对大疆的Rolling RSC 2的安装和使用上 会有一个了解 那么我相信这款设备还是很值得入手的 那么也期待你能使用这款稳定器 拍出很多高质量的大片了 那希望大家一键三连加关注 我是靖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